人自益尽,鞠躬尽瘁 Curry你这个人太好了 勇士西装组,加油! 哈喽你好,我是嘉宁 今天要把讨论的是勇士队的Curry 因为他在今天是跟球队完成了一份延长合约 合约内容是26-27赛季,一个赛季 合约金额是6300万 这里我先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只有续月一个赛季 因为根据NBA的劳资协议规定 他卡到了38岁的条款 所以目前勇士可以给他最高年限也是只有一年 所以他才会跟勇士完成了一份一年的续月 实际上他如果是等到明年才续月的话 那么他最高其实也是只有可以签两年 所以年限的部分我根本认为 并不是这一次续月的重点 所以球迷其实不用太执着于 他续月的年限只有一年 因为我相信一定会有球迷问说 26-27赛季 那个时候已经38岁的Staff Curry 11年6300万的薪资吗 针对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看法从来没有变过 实际上不管是他或者是 LeBron James甚至是联盟的一线球星 他们拿顶心都是应该的 所以球迷当然也不可以要求球员一定要降薪 实际上球员降薪并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前两年的Damiard Lidre 或者是今年休赛季的LeBron James 我们都一直表示 他们拿顶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管是从商业价值来看 或者是从厂商的能力跟影响力来看 他们拿顶心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针对38岁的Curry拿6300万的薪资 我个人认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 此时此刻他愿意跟勇士谈续约 就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了 这个部分我们等等再来补充 简单的说此时此刻 站在勇士球团跟勇士球迷的立场 只要Curry这位队时第一任肯继续留在勇士队 或者是跟勇士完成续约 那么他有多少钱勇士都必须给他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勇士队的团队薪资标 这个网站目前还没有更新 刚好提到Curry是延长的合约 一直到26-27赛季 所以Curry的合约会跟嘴绿和Wiggins一起跑完 假设Wiggins没有被送走的话 另外总教练科的合约只剩下两个赛季 也就是到25-26赛季而已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是勇士队的球迷 这两个赛季真的是每场比赛都不能错过 开个玩笑讲 如果你还想要看到嘴绿发牌给Curry去投三分球的画面 那么你可能只剩下三个赛季不到300场的比赛可以看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 勇士队在嘴绿的合约跑完之后 绝对不会再跟他续约 除非他愿意用很低很低的心资留在勇士队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26-27赛季结束之后 勇士王朝将会正式的解体 其实今年休赛季 K档转到独心下之后勇士三核心也正式解体了 因此接下来的比赛对勇士球迷来说都是不能错过的 所以如果你是勇士球迷接下来的三个赛季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另外现阶段招勇士的立场 最美好的结局就是 Curry带的勇士队一直打到退休 这里我们是进行一个假设 假设他26-27赛季是他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那么那个赛季我们现阶段就可以预期 即便勇士的战绩不理想 可是门票还是被卖光光 就好像当年的德恩·诺斯基 又或者是老大Coby Bryant一样 因为是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所以不管是主场的比赛 又或者是客场的比赛 球迷都非常的捧场 都会去想要支持这位传奇的球星 所以在勇士的立场 最美好的结局就是 Curry可以一直待在勇士达到退休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 即便目前Curry已经完成续约了 延长了合约 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他会离队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勇士的补强不积极 又或者是下格赛季 球队还是没有季后赛的话 那么我相信在下格赛季的秀赛季 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Curry的交易包 另外如果勇士对下格赛季 还是无法打出更出色的战绩 那么我相信不只是Curry 实际上连球迷应该也会受不了 所以即便目前Curry已经续约了 可是你说要完全排除 他会转队的可能性吗 我自己的看法是 还不能完全排除 接着我来聊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份合约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我只能说Curry的人太好了 其实目前不续约应该是 他可以像西装组非常好施压的一个手段 可是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我们在前几天有出一部影片 那就是修改IG事件的影片 那部影片中不管是我 又或者是其他来宾都有提到 那就是即便我们认为 他对转队的部分已经起心动念 又或者是对勇士的补强非常的失望 可是我们也都不认为他会喊卖我 又或者是他目前就想要走 更直白说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向勇士的西装组施压 就是希望你补强 另外各位观众如果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也讲过Curry的个性 跟志姆哥以及哈登真的不同 因为志姆哥的个性就是 只要你不补强我就不续约 这就是一个施压的手段 另外哈登的部分更是不用提 他只要不开心他就直接喊卖我 可是相同事件Curry的处理方式就不是这样 实际上我们也不用感到特别的意外 因为Curry的个性就是人人好 更直白说他不会去做出一些很突兀的事情 他希望是可以圆满的处理 所以我个人在看这份区域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他想要向球迷球团还有自己交代 简单的说就是 我已经做到我该做的事情了 剩下的就交给西装组 这样的做法跟志姆哥完全不同 不过我这里必须很诚实的讲 没有好坏的问题 因为志姆哥的手段虽然比较强硬 可是他可以逼公路队做出补强 而Curry的部分虽然比较温柔 可是你很难确保勇士队会真的补强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现阶段跟勇士队完成续约 Curry是想要向球迷还有球团 以及他自己交代 那就是我真的已经做到 我所有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其他的就请小Donlevy你来帮忙 你来处理 另外我也相信在Curry这一次续约之后 未来如果球团不进行补强的话 那么舆论压力会完全在勇士西装组身上 所以这里我要向小Donlevy再喊话一次 那就是双十肩肘的问题 你真的要处理 除非你跟Curry已经有共识了 直白说不补强战绩不好也没关系 因为他想要带勇士队终老 如果你们已经完成这样的共识 那恭喜勇士队 可是如果你们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 我希望小Donlevy你要赶快处理 双十肩肘的问题 真的不要再装死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小Donlevy 你要知道目前可以完成 虚约队勇士来说是吃下一颗定心丸 毕竟整个修菜季搞得疯疯欲 大家要知道是目前各媒体 给出非常多Curry的交易包 那各位观众 你扪心咨问你NBA看这么久 你什么时候看过Curry的交易包 如果有应该是在他夺冠之前了吧 那就是在他拿下年度MVP之前 毕竟那几个赛季他是相对容易受伤的 可是今年修赛季 Curry的交易包非常非常的多 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就可以知道 今年修赛季 其实勇士的问题并不少 可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在完成序院之后 勇士真的是稳定军心了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算Curry要驴队 也不会是这个赛季的事情 换句话说 站在勇士团队的立场 新赛季才会有个共同的目标 另外团队士气的部分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Curry这次的虚约对勇士团队 或者是球迷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整个看下 我个人对于Curry这次的虚约 其实非常非常的敬佩 因为即便他对于球队的现况有所不满 可是他也是做到一位当家球星 该做的事情该尽的义务 针对这个部分我其实感到非常的敬佩 毕竟在目前的NBA 有非常多一线的球星 只要跟西装组的意见不合 或者是西装组的补强不如预期 他就会摆烂又或者是直接喊卖我 可是Curry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我们甚至可以讲说 他再一次的信任西装组 又或者是他愿意再给西装组一次的机会 所以整个来看 即便我不是他的球迷 我也非常的敬佩他 这里我就直接把话讲破 实际上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下个赛季勇士的战绩不如预期 而明年修赛季勇士又没有明显的补强的话 那么我认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勇士球迷 希望Curry对 简单说你不要再被无能的西装组耽误你的时间了 你该去追求你的幸福了 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对Curry续约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这真的是一场即时雨 可是雨后到底会不会天晴呢 就有看勇士的西装组了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也记得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MBA吧 拜拜